50岁后,进入养骨期,养成三个好习惯,强筋骨,腿脚更有劲,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骨骼中的营养元素也会逐渐流失,而50岁,人生过半,身体的机能开始下滑,其中骨骼的变化尤为明显,此时钙元素的流失速度开始逐渐加快,及时补钙是50岁之后人群的健康主旋律。 1.50岁后,人体进入养骨期,人一旦过了50岁,骨骼会慢慢表现出明显的衰老迹象,更容易出现钙质流失,骨密度下降等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引发骨质疏松,骨折等问题。 当身体出现以下情况时,或暗示你要开始养骨了,经常出现腰背疼痛,身高缩短,胸闷,呼吸困难,一侧腿突然失利,使不上进,莫名乏力,困乏不消。 2. 专家提醒,想要骨骼健康,日常的这两个坏习惯先改掉。 1. 久坐不动 如今不少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坐在公园里下下象棋,聊聊天等。 但长期的久坐不起,活动不足,就会导致腰椎颈椎都受到长时间的压迫,造成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力降低,骨质也会逐渐消失,就会增加患上骨质疏松的风险。 2. 爱吃高盐食物 一些如咸淡、腊肉、腊肠、腌制蔬菜等食物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但长期使用这些食物对骨骼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身体摄入过多的盐就会口渴响大量喝水,将多余的钠排出,但在通过尿液排出钠离子的同时,钙离子也会随之流失。 长期以往就容易造成骨骼中缺钙。 3. 保护骨骼健康 多吃三物 1. 吃富含钙质的食物 人体每天得到800到1000毫克的钙质,才能够维持健康,骨骼才能够变得更加强健。 但是人们每天摄入的钙质实际上连一半都不到,步入中老年之后,钙质会流失的很严重。 因此,中老年人要更加注重补钙,多吃一些富含钙质的食物。 只有这样骨骼才能够更健康,比如牛奶、海带、虾皮、奶酪、豆制品等等。 2. 吃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 身体内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物质是胶原蛋白。 如果缺乏胶原蛋白,皮肤则会变得没有弹性。 骨骼也会变得缺乏韧性,想要骨骼变得更加健康。 就要多吃富含胶原蛋白的食物,比如肉皮、鱼皮、猪皮、奶类、蛋类等等。 但是这类食物却有些不好消化,因此要采取少食多餐的方式。 既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又不会给肠胃带来负担。 3. 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维生素D能够促进人体对钙质的吸收,使骨骼变得更加健康。 因此平时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D的食物,比如鱼肉、动物肝脏等等。 维生素K也是一种对骨骨骼健康很有帮助的食物,能够使骨骼变得更加坚硬结实。 比如肝脏、肌肉、深绿色的蔬菜等等。 此外,老年人还要多吃一些富含甲元素的食物,能够抵御体内的酸性物质,促进人体对钙质的吸收,让骨骼变得更加强健。 富含甲元素的食物有香蕉、橙汁、西红柿等等。 4. 养成这三个好习惯,帮我们打造钢筋铁骨,远离骨质疏松。 1.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骨科医生提醒,抽烟会影响骨风的形成,过量饮酒不利于骨骼的新陈代谢。 喝浓咖啡会增加尿钙排泄,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 摄取过多的盐亦会增加钙流失。 只有在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可能避免身体里钙量的流失。 对预防骨质疏松大有弊益,面对我们身体钙质的不断流失。 选择一款补钙佳品是在必行。 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人实用的补钙裤、鸵奶粉。 众所周知,被称为沙漠黄金的鸵奶。 含钙量很高,每100克鸵奶约含有1000毫克的钙质。 约为普通牛奶的两倍还要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鸵奶粉中除了含有优质钙,多种维生素及其他微量元素外。 还含有18种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尤其是其中的L型赖氨酸。 对于我们人体提高钙的吸收,促进骨骼生长。 防止骨质疏松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建议中老年人一天一杯妥奶,基本满足每天的钙质所需。 为我们的骨骼健康增添保障。 二、例行骨骼检查。 我们都知道,骨质疏松防大于质。 针对于特殊时期的中老年人,定期骨骼检查更是必不可少。 通过检查,评估自己骨折风险,以及根据医生建议。 注意日常生活的饮食和运动,可以更有把握的预防和对抗骨质疏松。 三、保持良好的心情。 建议中老年人,不要有过大的心理压力。 压力过重会导致体内酸性物质的沉积,影响身体正常代谢。 适当调节心情和自身压力,可以保持弱减性体质。 从而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 五、五种高钙食物,50岁以后要多吃。 一、牛奶。 牛奶是很好的补钙食物。 每100克牛奶中含有104毫克的钙质。 营养丰富,容易吸收,适合任何需要补钙的人群。 但是中老年人要补钙的话,建议喝专门的中老年奶粉。 其中的钙量是普通牛奶的6倍。 若是已经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最好还是喝这种高钙牛奶,可以快速补充钙质。 若是骨骼保养的比较好,暂时还没出现问题,那么可以喝鲜牛奶。 二、虾皮。 虾皮是将毛虾晒干后制作而成的。 体积小,皮很薄,轻轻揉搓就能捏碎。 看起来很不起眼,营养价值却很高。 每100克虾皮中含有39.9克蛋白质。 除了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也不少。 钙和磷的含量是991毫克和582毫克。 名副其实的补钙王。 50岁以后可以多吃些虾皮、凉拌或烧汤都可以。 美味又补钙。 三、白芝麻。 经常可以看到点心或烧饼上撒上一层白芝麻。 吃起来酥脆可口,非常香,它兴致平和。 儿童、孕妇、老年人都可以食用。 其中含钙量为620毫克,是很好的钙质来源。 中老年人可以炒些白芝麻吃,或者是用芝麻磨成粉包在汤圆里和包子里吃。 补钙效果非常好。 四、和虾。 和虾属于优质淡水虾,肉嫩味鲜,很多人都爱吃。 100克和虾中含有325毫克钙质,可以满足人体对钙质的需要。 中老年人可以吃水煮和虾,或者是少量植物油爆炒。 好吃又有营养,每周吃两次和虾有利于骨骼健康,改善骨质疏松。 五、海蟹。 海鲜的种类很多,但是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含钙膏,比豆制品还要高。 每100克海蟹中含有208毫克钙质。 吃一口海鲜肉相当于吃两口豆腐。 如果你有补钙需要,建议吃些海鲜。 但是尿酸高的中老年人就要注意了,要注意控制食用量,防止痛风发作。